4月24日,我是新增了2472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1698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截止到4月24日24时,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重型患者196例,微重型患者23例 4月24日新增本土死亡病例有51例,平均年龄达到了84.2岁 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达到了37位,最大年龄100岁 在51例患者中,他的基础疾病是非常严重的,累积多个脏器 包括急性灌脉重合症,心理衰竭,严重的心理失常 以及极微度的高血压三期,脑根后遗症,糖尿病,帕金斯症,二次海姆症,尿毒症,恶性肿瘤 以及重度营养不良,包括电气质紊乱 那么这里面当中,其中有4例,曾经接受过新冠肺炎疫苗 其中,其他的呢,我们都没有接受过那个新冠疫苗 患者入院后,因原发疾病的加重,经常就无效死亡 死亡的这些原因就为基础性疾病